以這個空間來講 我覺得說它的空間 其實我會盡量把它 做一個有效的層次之間的運用 跟開放的形式 所以它這邊在門片的設計 其實我就有畫了一些形式 那尤其是書房的這個門片 雖然是四片開門 可是它的開法其實 在不同的空間 其實會有不同的運用 比如說它的門片是兩片 對開 兩片對開 那其實同樣的這整個門片 它也可以考慮說 兩片是對中間摺 對中間摺 所以同樣的一個思考 但是它會有不同的一個表達 但這個門片除了在空間之間 也有不同的層次之間變化性 隨著你的門的開放 所以它的一些摺法的一些作法 其實還是需要經過一些思維思考 那可以讓整個空間 它的整個層次之間 可以表達還滿完整性的 度假行的空間 主臥室你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度假行的空間 它這邊的感覺我覺得就是一樣 是可以放鬆 我覺得有一些空間 比如說是可以把它運用進去 一般比如說主臥房除了床 床頭 可能前面電視端井櫃 我覺得是在側面的部分 如果空間夠的話 我覺得有兩側的這樣子的一個櫃子 它可以放層 它可以放四平 這種感覺其實它整個房間的完整度 包括那個質感度會比較好 對 你講過 如果這邊只是兩個牆面的話 那麼它就是一般般的主臥室了 對 同時這個主臥室的景觀也好 左邊 右邊都有東西看 對 就從主臥房這邊床 是看到拍機 對 從這一邊的話 其實是可以看到後面的山 它的感覺整個視野 其實也是很舒服 真的是一個度假的一個空間 放鬆休閒的空間 對 它一定還是要有一些更衣室 使用的功能或是舒嬅妝台吧 對 它的化妝台部分 我們是把它結合到後面這一個櫃子 其實這個櫃子 它有一個功能是可以化妝 它有功能性 它可以有一個檯面可以拉出來 然後掀開之後 裡面是一面鏡子 因為鏡子不能直接對到床 那更衣室裡面 我們當然也是從我們剛剛一進來 入口的地方 其實有設計兩片門片 一個門片是一樣只有木頭質感 裡面是一個更衣間 右手邊它是一面完整的一個鏡子 等於是一個穿衣鏡 但剛好是它的整個著浴室的部分 門片的感覺 你如果沒有特別注意 其實它也有一點類似隱藏這種味道 這邊的一些設計 其實有幾個部分 那個絲尾跟一般的住家比較不太一樣 那其中一個部分是在那個開關 開關的設計包括一些把手 那我在這個部分我把開關 其實都設計大概在90公分以下 那甚至開關是在75 那我是希望說 這樣子一個簡潔的空間 一個簡單 那我是希望說在開關以上 這樣的一個空間 其實你從牆面90公分往上 到天花板這個空間是 讓它盡量是保持到乾淨 那這樣的一個思維 你在思考的時候 其實有包括一些小細節 其實你可以感受到 其實整個空間會更舒服 更乾淨 我覺得在這個空間當中 你對門片賦予它很多的玩法 跟很多跳脫以往 我們對門那種框框的概念 對 像在客房的部分 其實它有一部分 是一樣客房它還是有浴室 有套房的 它的浴室又把它隱藏到 跟衣櫃 衣櫃的門片一樣 是把它隱藏到衣櫃裡面 對 所以你看到的那個門片 又跟房間門又不一樣 它是屬於衣櫃的門 真的來講 以一般房子的大 房間大小來講 它沒有特別大 對 可是你竟然還可以讓它 有那種兩鏡式 然後不要一開門就看到底 我覺得這個真的滿強的 因為那個空間我覺得 它空間當然不代表很大 就是一個標準的房間 我覺得這個空間 其實進來這裡之外 除了休閒之後 覺得說你怎麼樣創造 這個空間的賦予不同的生命 所以我覺得在進來的感覺 應該讓它有一個轉折 轉折的地方 當然那個地方是可以當作 收納 衣櫃 甚至剛提到的浴室的部分 通通把它隱藏起來 浴室也不會跟床的部分太接近 到床的這個部分 因為實際上它有一個室外的 一個露台 我們把房間的床的地方 地板把它架高了 到露台那個地方 我們一樣把它 地板把它架高 那整個感覺你房間 視覺上你會覺得小 它是房間整個延伸到 外面的露台 所以整個感覺 反而是延伸到室外 所以懂了 你把它的這個床區 架高的這個地板 是 延伸到陽台 對 但如果陽台 你沒有在架高那一塊 感覺又落下去了 對 就沒有那麼延伸的感覺 那你整個房間 其實你並不會覺得它特別小 可是你會覺得 它在整個動線的空間變有趣 視覺上就放大了 對 運用戶外景色 與人文品味的北歐風格相呼應 在內斂溫暖的空間範圍中 湯設計師巧妙點綴 大幅提升質感 讓屋主的度假空間 舒適 溫暖 就像待在國外般 悠閒自在的感受喔